刚刚过去的周末在马来西亚和外国都有电影界的盛事 在美国LA举行的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兴典里 红地坛Fashion几乎都是养眼的没有打成过 红地坛里还有我们都爱的Hero Wonder Woman夜出场摄影大哥们都暴动了 还有Black Panther My King出场 瞬间就有一种想要双手交叉在胸口大喊 We can't die forever的冲动 还有篮球界传奇Coby Bryant和老婆夜出场 就满满都是巨人国的集市感 Coby凭着短片自传动画 Dear Basketball赢得了奥斯卡奖项 成为史上第一位赢得小惊人的NBA成员 感动许多人的动画Coco大热拿下最佳歌曲和最佳动画 而这一届的大赢家The Shack of Water 共赢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四个奖项 电影讲述雅女和神秘生物之间的魔幻爱情故事 这个月22日就会在马来西亚上映了 去年在颁发最佳电影时拿错名单颁错奖 全场尴尬到一个冰点 主办方吸取教训忧自己一墨 今年的所有得奖名单自己放大十倍 颁错奖在组血淋云的例子我们看过了 但没有入围的电影得奖的故事你听过吗 马来西亚第二届金环奖 依然有很多高水准的电影角逐奖项 但最人争议的是 分别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电影两项大奖 竟然在颁奖时才宣布由不再入围银单里的电影 亲密不亲密获得 让现场满满都是黑人问号 而这部电影也一样获得了四个大奖成为大赢家 由于得奖人没有办法亲自领奖 四个奖项皆由首相纳吉的儿子纳贼帝带领 让番叔还错以为他是电影界的星星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茗茗